中文字幕by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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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那時候回來做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跟市場上要不一樣 市場上主流 大家都愛吃重麻 重辣 重口味 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真的那麼愛吃辣的 但我們又很想吃麻辣鍋怎麼辦 就乾脆研發一個可以喝的麻辣湯 麻辣鍋我們希望喝起來 麻 辣 香 厚 醇 我們就偏向於這五點 只是在麻辣跟辣的部分我們調醬 所以在厚度跟醇度的部分一定要出來 香就來自於中藥廠 在用蔥 薑 蒜 煉了一個半小時的底油上 豪邁加進數十種中藥材 配置而成的獨門秘方 慢火煉成數小時的 還只是麻辣鍋底的炒料 之後還得和不間斷攪拌的 濃厚豚骨湯搭配燉煮 分段下中藥材 麻辣湯才會完整 整個製程耗時近16小時 才能絕妙地呈現這可以喝的麻辣湯頭 我覺得它的麻辣吃起來還滿溫和的 不會覺得很燥吃起來很好吃 它的湯頭白鍋是用大骨下去熬的 豬骨的味道還滿香的 喝起來很舒服 上菜的速度還有品質 他們的鍋底啊 東西 我吃那麼久了不會覺得不一樣過 還滿厲害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長啦 就因為很喜歡吃很好吃 像是味覺的魔術師 出神入化熬出細緻滑順的湯頭 長期維持品質穩定 不斷退出特色料理 費時費力的功夫菜 緊抓饕客的胃 這些都是西餐背景的Ban 毅然決然接手家人的餐廳後 一步一步熬過來的成果 但剛回來的時候 情況並不理想 Ban只有兩個月時間交接 拼了命的外腰學習 沒想到等著他的事 超過一半員工離職 沒辦法開班的酒精 那時候我覺得最辛苦的應該 不是體力上累 是你沒有方向 他了解問題之後 在改變上面 一個是人才 一個是品質 在人才的部分 我比較偏向於 他要有個人的特色 所以很多客人 其實是因為這些員工而來 然後改你的食材 拿著一張紙跟筆 開始記錄 開始煮 調整他整個麥拉湯 他的靈魂在這些重要產品 最後一個是 就是跟客人溝通 我們一鍋麻辣鍋的豚骨湯 光基底就要熬7個半小時 我們強調可以喝的麻辣湯 客人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開始會告訴客人說 我們的特色是什麼 所以開始加強 聚無同他本身的特色 後面就順了 現在想想看 當初堅持是對的 堅持了近四年 就像這鍋湯頭 有麻 雲辣的煎熬 才能成就這華順而相成 絕品的麻辣湯 在這邊工作其實我覺得 反而更像一起生活 在這邊工作很自在 我們的老闆 對公司跟員工都很用心 他常常自己會花錢去外面上課 然後再把它整理成一堂一堂的課程 幫我們上課 因為他覺得 我們公司如果要成長的話 員工也必須得跟著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待了這麼多餐廳之後 我發現老闆的人格特質 影響到那個企業的文化很重要 在這邊我感受到的是有家人的感覺 他當初氣定的這些企業文化 裡面的想白話做對事 這一點我覺得其實是很不簡單的一個地方 據無同這個名字的由來 古人雲鳳凰飛無同不漆 他都會漆居於這個無同樹 所以我們把自己比喻成無同樹 把客人比喻成鳳凰 那火鍋獎真的是團圓相聚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希望鳳凰能聚在 我們這棵無同樹下 到這邊現在第四個年頭 年終過後就會研發新的品牌 像是小五國類 會做出跟市場上很大的差異 讓這些員工沒有舞台被發光發了 因為在區無同其實很強調人的價值 都培養起來了 一起去打仗